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 而藐视别人的人 讲了这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瑞利 法利塞人独自站着 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 也不向这个瑞利 我每周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 那瑞利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卑 自甘卑微的 必升为高 有人甚至连鹰孩 也带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头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万一要接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绝不能进去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 善良的老师 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善良的 诫命你是知道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 就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踪我 他听见这些话 就很忧愁 因为他很富有 耶稣见他变得很忧愁 就说 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眼 你猜住 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都能 彼得说 看哪 我们已经提下 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 凡是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兄弟 父母 儿女的 没有不在今世 得更多倍 而在来世 得永生的 耶稣把十二使徒 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缩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向他图唾沫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 一点也不明白 这话的意思 对他们是隐藏的 他们不知道 所说的是什么 耶稣将进 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盲人 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之子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法喊叫 大卫之子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他到了跟前 就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吧 你的心救了你 那盲人立刻看得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给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都赞美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